少數幾個你還沒去過的地方之一便是火山 它是地殼上的一個開口 灼熱的氣體、熔岩和其他物質 會通過它到達地球表面 但是你應該選擇哪一座火山呢? 火山有著不同的種類 例如盾撞火山 幾乎完全是由凝固的熔岩流所形成的 或者由太厚而無法移動長距離的小塊熔岩 所形成的熔岩穹秋 你也可以選擇火山扎錐 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火山 它由自單一出口噴出 且幾乎是固體的熔岩所組成 熔岩以巨大的力量噴射到空氣中 然後碎裂成小碎片 變成固體 再落回灰燼 隨著時間過去 它們在噴口周圍 形成了一個橢圓形或圓錐形 這種火山扎錐 很少高過305公尺 但如果你選擇更厲害的火山呢? 沿著層層火山向下前進如何啊? 它巨大 陡峭又強大 當你選擇了它 也代表了你決定前往正在噴發的火火山 你現在所觀察到的現象 稱為火山發光雲 這座火山剛剛噴發了大量的熔岩 並形成了火山碎屑流 其溫度可高達瘋狂的攝氏700度 你可以看到這股火山碎屑流 是怎麼由岩石碎片所形成的 並以每小時數百公里的速度 從火山側翼一路奔湧而下 火山灰 像灰色的粉狀雪那樣飄落在地球上 火山灰由岩石、火山玻璃和礦物的微小顆粒所組成 當火山灰和來自山溪和河流的水混合時 便會出現汹湧的泥流 不管這整個看起來有多可怕 你還是往它靠近了 還好 你穿了一件能夠承受任何溫度的防護服 你越靠近 就發現有越多的噴氣孔 這是火山底部和山坡上的洞和裂縫 它們能釋放出巨大的蒸汽雲和火山氣體 即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 有些裂縫非常的大 大到你甚至可以鑽進去偷看一眼火山內部 但你的目標不是它 你的目標是在火山口 在你前往那裡的路上 你發現在火山的一側 有一個奇怪的圓錐形結構 它看起來像是長在主錐體上的角 它肯定是側火山錐 也被稱為寄生火山錐 這種圓錐體 會圍繞著到達大型火山表面的側噴口所形成 在這種情況下 火山爆發 不僅能夠透過火山頂部的主噴口噴出 也可以透過這些額外的噴口噴出 無論如何 這也不是你的目的地 很快的 你抵達了火山口 這是一個巨大的圓形盆地 當你走到它的邊緣 往裡面看 你會發現它裡面非常的深 而你要前往的熔岩噴口 就在火山口的底部 但在跳進火山口之前 你發現熔岩流下面隱藏著一些奇怪的管道 這些是熔岩管 新鮮的熔岩液體 會透過這些管道 在熔岩流的表面下流動 你決定繞道去走其中一個管道 這裡是主要的熔岩管 你還發現了一些更小的管道 它們專為一個或是多個熔岩流提供熔岩 如果火山現在並未處於噴發狀態的話 熔岩便會從這個管道系統順潑而下 管道的牆壁 平坦的地板 天花板上懸掛著的熔岩鍾乳池上 都有熔岩的痕跡 但即使是現在 在流動的熔岩之上 仍有一些空的空間 這是因為它們是向下侵蝕 導致管道持續往下深入的關係 但現在 你得返回才行了 你在下一個拐角轉彎 回到了火山口 你等到火山噴出另一部分沸騰的熔岩吼 潛入火山的咽喉 這是火山的入口 熔岩和火山灰 便是從這裡噴發出來的 火山的咽喉很寬 你可以輕易地往下走 你周圍的熔岩 閃耀著明亮的紅色和橘色色澤 這是因為當它第一次爆發到表面時 它的溫度可以高達攝氏1200度 這可熱得足以把鐵都給融化了呢 你從火山的主噴口往下走 這是地球地殼的一個弱點 在這裡 炙熱的岩漿會逃離岩漿苦 抵達地表 隨著你越深入噴口時 你注意到了岩床 有時 熔岩會侵入地殼的裂縫之間 聚集在那裡並結成金 這就產生了火山灰 和凝固的熔岩 及岩床 很快的你抵達到了岩漿苦 這是一個巨大的熔岩池 你現在所在的熔岩池還很淺 這是因為它並不是主熔岩池 穿過了火山口 再往下走幾公里 你便抵達了另一個巨大的岩漿苦 它主要攻擊火山底部下的小火山 主岩漿苦位於地殼中 而地殼深約5-71公里不等 那裡的熔岩仍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而且裡面的溫度也非常的高 隨著時間過去 岩漿庫周圍的岩石會開始斷裂 這便為岩漿提供了出口 由於它有比周圍岩石密度 還要小得多的物質所組成 岩漿會開始通過裂縫滲透到地表 從主岩漿庫一路上升到上層 然後在某次強烈的噴發中 噴湧到地表 你探索岩漿庫 然後決定深入更深的地方 抵達所有的熔岩進入岩漿市的源頭 你一路穿過地殼 這座火山位於陸地上 這就是為什麼你所花的時間 會比在海洋地殼中前進的時間還要更久 畢竟海洋地殼只有5-10公里寬呢 但是大陸地殼則要厚得多 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厚達45公里 當你穿過地殼時 你會注意到它的淺色調 這是因為它主要由花岡岩所組成 如果你穿過海洋地殼 你周圍的物質則會呈現深色調 或幾乎全黑 因為它有不同的組成成分 你走得越深,溫度就越高 當然,這裡的溫度並沒有岩漿庫那麼高 但是,在地蔓的邊界 溫度也是可以高達攝氏400度的 在大約32公里深的地方 你抵達了地殼和地球上地蔓間的邊界 那裡的壓力到達了驚人的1萬個大氣壓力 這便是岩漿的源口 現在你可以結束旅程,返回地表了 但你的好奇心讓你忍不住想繼續深入 於是,你決定繼續往深處走 一直前進到地球的中心 下一層是地蔓 它佔地球質量的2分之3 佔地球體積的84% 還有3000公里後 靠近地蔓內部的岩石成半固態狀 像焦糖那樣 地蔓的上部和地殼一樣 被分解成大量的碎片 看起來就彷彿是某種巨大的拼圖那樣 這些是構造板塊 它們以每年2.5公分到5公分的速度飄移 你穿過上地蔓 感覺那裡的溫度似乎上升到了攝氏 870度 在靠近核心邊界處 這裡的溫度更是高達 下地蔓的壓力高達24萬個大氣壓力 如果有3300頭大象在你的頭上搭一座塔的話 你大概就能感受到同樣的壓力 在大約3000公里深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內地蔓和外核之間的邊界 你周圍的地球內部溫度高達攝氏5000度 這種溫度足以使外核保持液態狀 那裡的壓力幾乎是200萬個大氣壓力 但這還不足以讓核心變成固態的鐵 外核則有2400公里厚 它在巨大的湍流中 翻動著並產生磁場 而在地核外 這裡的地球磁場的強度 是地表磁場的50倍之大 現在 你身在地底5000多公里處 你已經抵達了內核 它是一個直徑約2400公里的固態金屬球體 地核密度極大 其次轉速度比地球其他部分都還要快 那裡的溫度跟太陽表面的攝氏5400度一樣高 地核內部的壓力 是地表壓力的300萬倍 內核花了約5億年的時間才成型 也就是說 它可是比地殼的某些部分還要年輕呢